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家们首次探测到壮丽的双中子星并合产生的引力波 引力波是爱因斯坦在广义相对论中提出一种现象 当物体加速运动或碰撞时会给宇宙带来一定的扰动 发出悦而又神秘的行声 也被比喻为时空的灵移 讲简单点 相当于一艘船在水面上移动时产生的水波 这一发现为人类展现出一幅全新的物质世界图景 而我国早在35年前就已经开始进行相关研究 在中国大山深处的某座防空洞里 科研人员在进行引力的研究实验 因为物体间的引力非常危重 所以实验装置做得非常精确 极为苛刻的要求 使引力测量的一个实验 仅准备就要花费好几年 罗骏是这里的实验人员 每天除了吃饭睡觉 其他时间都在这座防空洞里 潮湿的气候和不见天日的环境 让罗骏身上多处患上了皮肤病 而在1998年 罗骏发表的牛洞万有引力常数测试结果震惊世界 其测量精度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国外专家甚至把这座防空洞称为世界引力的中心 它做出的成果 使我国成为发现引力波之后 第一个开始行动的国家 于是在2015年7月 天秦计划正式启动 以引力波研究为中心 开展空间引力波探测计划任务 该项目总投资150亿元 共分四个阶段实施 首先要发射四颗全统卫星 在宇宙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列阵 卫星本身还要做高精度无拖拽控制 防止太阳风太阳光压等外部干扰 卫星之间以激光测距技术 精确测量由引力波造成的距离变化 白矮星就是天晴的探测对象 它的自转周期只有5.4分钟 当两个白矮星发生碰撞时 就会产生引力波 四个阶段全部完成大约需要20年时间 中国也是天晴计划的牵头国际合作项目 除了国内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外 很多国外顶尖教授也希望加入我们成为合作者 毕竟宇宙的神秘诱惑没人能阻挡 以中国目前的发展速度 等到20年后 中国的国力也会当之无愧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而那时的天晴计划刚好建设完毕 我国也会理所当然成为人类探索未知领域的主导力量 毕竟中国可是有着星辰大海梦的国家 回看中国几十年前的航空发展时 我们的每一步都是无比踏实且质地有升 即使面对再多困难 只要走好每一步 中国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大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此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关注并转发 我们将持续为您呈现了不起的中国成就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